Hello 大家好 我是安娜姨 欢迎回来 今天是一个短小的购物开箱 我以后想马上收的东西就马上给大家拍 这样比较具有时效性不像有的款 可能等我开箱攒到一起就卖光了 今天开箱三件童装 两双鞋和一个小包包 那我们先从童装开始 换机又该给小朋友添衣服了 这些都是折扣款 我在Farfite上面买的 我觉得蛮划算的designer的童装 一件 两件 三件 买的这两件都是我很喜欢 好像是丹麦的牌子Molo 先是一个给小郭买的豹纹的裙子 大人穿豹纹就要很谨慎 但是他这个小朋友的豹纹是种粉色的 然后我想的是外面搭配一个牛仔外套 压一压他这个花纹图案的颜色 然后下面穿个小皮鞋会很好看 Molo家的棉质是非常舒服的 是种稍微一点弹力的棉 我买的这个是110到116 现在小郭穿可能还稍微有点大 豹纹的颜色是不是很可爱 是一个粉色的 然后他这个袖子这里还是这种散开的 就更可爱了 这件Molo是一个牛仔外套 这个他打折的号就剩一件了 是104 这件有点买小了 小郭也可以穿 但是可能明年就马上不行了 但这个颜色还真的挺好看的 就是小姑娘的牛仔外套里面 这个算颜色特别可爱的 感恩节我们全家要出去旅游 也是去海岛 所以再给小郭补一条夏天的裙子 这是我那天刷手机 就是小郭他在旁边看见了 说我要这个裙子 其实我自己觉得 就是理解不了小孩子的审美 这样的一个小背心裙 棉质到手还是蛮舒服的 就是他很喜欢眼睛眼对上的柠檬 去海岛旅游小朋友穿肯定就是挺凉快 挺随意的 很舒服的 之前童装开箱分享过这个牌子 我说质量一般 它就是质量比较一般 但设计都挺新颖的 就是这个牌子 反正也不贵 他喜欢最好了 下面是开一个包 是Lululemon家的 是他们家今天新款的一个包 这个是Lululemon家特别火 那个belt bag 我之前一年买过一个 然后之后我就发现 店里或者网上经常断货 他也出了很多颜色 今年就看他网上了这个秋冬版本 然后我买的这个就是有点发灰的那种 像羊毛款的奶白色 然后他背面配的是这种土土的 有点奶茶卡奇 比较关注Lululemon就知道 就是这款包是非常非常火的 我之前去年还是前年 我记不清了 就买了一款墨绿色 像这种颜色 它好像出过以后就没有了 然后它背起来非常的多变 就是你可以这样这么胯着 也可以斜胯 那还可以别到腰上 然后它这边是有个扣子的 所以它这个包整体都是可以这样打开的 然后里面有隔层啊 如果你关注它 你就会知道它非常非常好用 所以它就已经现在变成网红款了 就是在Lululemon的官网上 经常好看的颜色一下就秒空 它另外还有一个黑色款 就是这个毛是黑色的 然后这个扣子是金色的 然后我呢 就是挑了一个奶奶的这种颜色 因为我很喜欢这种浅色的包 但是它涨价了 我之前买这个好像是48吧 如果没记错的话 现在今年它这个带毛毛的 涨到58了 扣子这里呢 就是变成这种银色亮的 那其他结构没有变 后面带一个拉链的 有一个隔层 然后前面和之前一样 这样打开 然后里面会有这些网状的隔层 包带这里是有差别的 怎么说两边固定的 所以它最长的长度是有一个上限的 这个呢 就是边上会露出来这么一截 平时背着包一般就是 胯一下去超市 可以这样斜胯 这样子 就是斜胯在胸前 就比较有安全感 然后你拿手机拿钱包 特别去超市 非常解放双手 所以这个包型还是很实用的 但这个毛的质感 就不能要求它跟那种 大牌的羊羔绒的那种质感 它应该就是一种化鲜棉的那种感觉 对 然后如果脏了 应该可以丢到洗衣机里去洗 这很秋冬的一款包 喜欢 好 最后就是两双鞋 我最近开始迷恋那种玛丽真鞋了 所以我买了两双 想要对比一下 看看是不是要都留 还是说退一双 第一双呢 就是来自这个法国的 专门做玛丽真鞋的 就是这个牌子 在社交媒体上各种博主啊 去推荐还挺火的 看一下里面是这样的 选了一双红色的 我不知道 我就是看图片觉得很好看 但我知道红色可能不太好搭 就是这样的一双玛丽真鞋 然后它是漆皮的 我忘记了 我买的时候也许没有半码吧 我买的是三漆的 鞋底是这样子 穿上给你们看一下哈 今天就先不搭配什么衣服了 就可能要配一些什么牛仔裤 就比较法式的那种衣服吧 会比较好看一点 配一些轻松活泼的衣服 对 然后我感觉穿起来非常的舒适 它有一点跟 但是不觉得在穿高跟鞋 像一个平底鞋一样 另外一双也是FarFight上面买的 也是那个叫 Kristen Louboutin 就是那个红底鞋那个牌子 哇 还给我寄过来 一本杂志 它这个包的好好看 里面就还有它那个买手垫 因为FarFight上面都买手垫嘛 还有这个买手垫的这个包装盒 哇 包的也太好了 应该是今年的新款 马力真鞋 这个好像选的时候也没有半号了 所以我就是买了三漆的 这个的根呢 比刚才那双要高一点 然后它前面的带子呢 是两根 纯黑漆皮的 这个也很舒服 虽然更高一点 但是也不觉得在穿高跟鞋 这个是黑色这样子 好难抉择呀 都很好看 很舒服 对 就是跟高矮不太一样 前面带子不太一样 也不知道要留哪一双了 大家觉得呢 好 以上就是今天的开箱视频 那就这样吧 也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我们就下期内容再见吧 拜拜